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澡时摸到胸部有癌块 会不会患了乳腺癌呢? 为什么这么害怕? 因为乳腺癌是女性的头控癌症大敌 本港每年都有新增的个案 数字超过五千宗 其实乳房肿块大部分都是属于良性 例如比较常见的乳腺狼肿、纤维柳等 只有小部分个案是属于乳腺癌 一起来了解有什么分别 先说乳腺狼肿 是由乳腺分泌液积聚而形成的水浪 是属于非增生的乳房病变 有机会引起乳房胀痛 至于乳房纤维柳 多数是属于呈粒状的硬块 属于乳房组织纤维的增生 通常是没有明显的病症 医生一般通过超声波检查 已经可以分辨到 有需要才会安排做活检化验 如果乳腺狼肿的患者没有不适 大部分都是无需切除组织 但是若狼肿是大过两厘米 医生一般会建议用抽针的方式处理 至于乳房纤维柳 体积过大 而且不断增生的时候 就有需要切除 无论是乳腺狼肿或者纤维柳 治疗之后都有机会复发 是需要定期去监察 那乳房痛又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察觉到乳房的表面 触感凹凸不平 既期之前出现明显的脏痛 这种情况就叫做乳腺增生 一般可以服用止痛药舒缓 而无需治疗 另外短期的疼痛 都有机会是因为胸围过紧 运动过量等等的原因 都有机会令到乳房不息 要守护乳房健康 及早乳房乳腺癌 每个月一次的自我检查 和不少得定期接受乳房造影检查 自我检查方法分为两种 一是在洗澡时进行检查 涂上沐浴露之后 由乳房外側开始 以手指腹 在整个乳房打圈 并且逐步收窄打圈的直径 其间轻按皮肤 检查有没有硬快 第二 就可以脱去衣服 将手自然垂低 然后正面对镜观察 如果发现乳房无故出现变化 特别是乳房大小 或者形状改变 皮肤粒陷不平 或者呈橙皮状 乳头有不正常的分泌 或者滲血 液下肿脏 或者淋巴结发大 就要注意可能是和属于恶性的乳腺癌有关 就要尽快找医生查清楚 至于造影检查方面 女士可以询问医生的意见 挑选合适的造影检查项目 最基本就是乳房超声波素描 这项检查可以分辨乳房总化的大小 性质和特征 检查没有辐射 适合任何年龄的女士 而40岁或以上的女士 医生一般便会建议 每两年接受一次2D或3D的乳房造影检查 2D平面乳房造影检查 是可以有效侦测出一些体积较小 或者未形成肿瘤的早期乳腺癌病变 而3D立体乳房造影检查 就是2D的升级版 结合多角度的拍摄 提供更清晰的乳房影像 令到乳腺癌检测准确度 可以提升四成以上 而一般只需要较轻的力度按压乳房 便已经可以完成测试 至于无辐射的乳房磁力共振掃描 可以辅助其他造影检查 用来诊断一些不确定的临床 或者异常影像 检查亦有助偵测隐性的癌症 篩查高危的人士 和评估乳癌的病情 监测治疗成效 诊断复发的机会 想看更多医专会制作的影片 便立刻订阅我们的频道 研究证实 益生菌是有效改善私密部位发言 立即选购8%挪威制造的 Ephos超强益生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